大家好欢迎来到畅谈真的们我是小畅 那么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啊 我们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600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我们去选择一个hot horology 也就是说代表这个质表最高工艺的这些品牌 有哪一些这个款式我们可以去这个考虑 虽然说这个对于6000美金来讲呢 这个确实这个对于这些这个品牌呢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算 我们呢可能更多呢是在这个二手啊 或者是这个股东表上面 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 是在这个劳力士 在5到6000美金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劳力士 可以给我们去进行选择 就像我上一期跟大家说的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去购买一块这个正装表的话 五六千美金呢去入手一块ap的vintage day date 或者是机家的这个master control这个triple calendar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啊不管啊你是考虑还是不考虑五六千美金呢 去购买一块这个hot horology 这样的一个品牌呢 你都需要一块适合你每天上班通勤 适合你每天去佩戴的这样的一块手表 那么劳力士呢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的一款这个手表 而且也是现在这个市面上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把这一集呢单独来拿出来 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五六千美金左右呢有哪些劳力士值得入手 最后啊在Gentlemen攻略的这个环节呢 我会挑出一到两款 我觉得在这个五六千美金的这个价位的这个区间里呢 比较这个适合入手的这个手表 跟大家呢在这个穿搭和Gentlemen style的这个话题里边呢 做一个交流 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我们一起来看吧 因为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啊 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过了这个五六千美金 在这个Hot Horology这些手表的这个品牌 我们有哪些的这个选择 这一期呢因为讲到这个劳力士 我就不用废话那么多了 五六千美金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首先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要看你是选择一款运动款 也就是现在因为劳力士网站 现在已经不管它叫运动款和正装款了 现在叫做Professional款和这个Classic款 Professional款呢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运动款式 那么说到劳力士的这个运动款啊 在市面上我们可以去选择的这个系列呢 都有哪几个呢 第一个是这个Sun Mariner 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在这个水轨之上的这个 深浅的这些款式 GMT啊两地计时 Chrono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Daytona的这个计时码表 当然啊在这个有一些 我刚才提到这些运动款式上面呢 还有这个半斤的或者全斤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劳力士现在运动款式 如果是你想要买一个这个不锈钢的 你基本上是很难去买到的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三款比较热门的这个劳力士的运动款式以外呢 劳力士的这个运动款式呢 还有这个Air King Explore Explore 2 Malgauss 还有这个Yachtmaster 那在这些款式里边呢 五六千美金 我们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选择呢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聊一聊 首先啊 我觉得刚才我说的比较热门的那些这个劳力士的这个款式 比如说水轨系列或者是更加深浅的这些系列 或者是这个GMT 这个Chrono的这个Daytona 这三款我觉得大家不管是这个半斤的全斤的 还是这个不锈钢的都不用考虑了 五六千美金基本上是不可能能够入手的 那可能我们的这个选择呢 就只能来到这个Air King Explore Explore 2 Malgauss 和这个Yachtmaster 但是后面这两个运动系列啊 这个Malgauss和这个Yachtmaster 也是基本上五六千块钱 你很难入手的 所以我们能够这个在五六千块钱 能够考虑的这个运动款式啊 可能只能来到这个Air King Explore和Explore 2 在这儿啊 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这个再说一下 之前的节目呢 我可能多少的也跟大家呢提到过 就是啊 现在这个劳力士这个浪潮啊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运动款式 你基本都很难入手 像这个Air King Explore Explore 2 这些这三个款式呢 都是最基本的入门版的这个劳力士 之前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说 这三款都被别人现在在抢购的 这种的这个情况发生 但是这三款啊 并不是说这个像这个非常热门的 那些劳力士的这个运动款式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入手的 你呢 如果愿意等的话呢 这个经销商一班两三个月 最多半年 我觉得你肯定这三款 你是能够入手的 那么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这三款的这个运动款式 我们在6000美金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 怎样去入手 我先说一下这个Air King和这个Explore啊 都是这个简单的三针设计 尤其是在这个Explore这边呢 是这个369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设计 现在呢也是达到了这个39寸 那在这个Air King这一块呢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表盘设计啊 非常有特点 跟这个航空有一点 有一点航空的这个感觉啊 跟这个飞机的这个仪表盘 有一点的类似 而且它里边的数字 有一些这个绿色的设计 这也是这个劳力士这个企业的这个颜色 可能你会说呢 这三款手表的是劳力士的入门款式 但是我要跟你说 劳力士不管是热门手表 还是入门手表 只要是运动手表 都是非常值得你去考虑和入手的 尤其是这个Explore啊 非常有历史性 非常有收藏意义的一款手表 现在呢也是来到这个39寸 跟这个Air King的也是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我们每天的这个佩戴来讲 都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了 你从这个劳力士的这个官方网站可以看到啊 这个Air King的这个官方网站的这个价格呢 是6200美金左右 这个Explore呢是6500美金左右 这两个手表呢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现在去这个劳力士的这个经销商呢 你是直接买不到的 Air King呢没准你能碰到 但是这个Explore是很难碰到的 那你都需要一个这个等待的这个时间 如果大家可以等一等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去 非得去考虑买那些这个最热门款的这个劳力士 还有啊 如果你今天呢是在北美地区 或者是你在这个其他的国家 二手的这个手表啊 或者这个灰式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呢 你可以看一看 二手的这个这两款手表 我觉得你啊 很有可能会找到这个6000块钱以下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Explore这一块啊 如果大家的这个手腕没有那么大 或者大家呢喜欢老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选择36寸的这个Explore呢 我相信你肯定能在6000块钱以下呢 去入手 那么再有啊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Explore2这款手表 这款手表现在呢是来到了42寸 有白盘和黑盘的这个选择 但是价格呢已经来到8000多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那不管是从灰式 还是这个二手商 还是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私人的这个卖家来讲 我觉得你这个6000美金左右 你都是基本不太可能能够入手的 但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看已经停产的40寸的Explore2 在这个二手市场和这个灰式呢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40寸的这个白盘的这个Explore2 或者是黑盘的Explore2 这个黑盘呢要相对来说 这个白盘要稍微这个便宜点 但是就算这个白盘来讲呢 40寸的这个Explore2 我们用600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也是肯定能够入手一款这个品项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个40寸的这个Explore2 也是我自己非常建议的 那么好了 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600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范围呢 购买劳力式的一个运动款式的这样的一个手表 那对于相对入门一点的这个系列来讲呢 Air King Explore Explore2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大家呢如果愿意或者有这个条件的话呢 去看一看灰式或者是这个二手的这个市场 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这三款手表 在600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去入手 那么除了运动型的这个手表以外啊 我们当然还是有这个classic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正装手表的这个选择 那么说到这个正装表啊 day data我们就不要考虑了 因为五六千美金确实是很难入手的 那么对于这个dayjust日式型的这个系列来讲呢 给我们男士提供的这个手表的大小呢 是36寸和这个39寸 那不管是36寸还是39寸 不管你选择一个不锈钢的这个豪式的这个表链 还是珠布利的这个五珠链的表链 不管你是选择这个牙圈 还是这个普通的这个smooth的这个圈 你入手的这个价格呢 都要来到7000美金左右的这样一个价位了 已经这个超出我们6000左右的这个价格范围了 所以不管是这个36寸还是39寸的这个dayjust的任何一个搭配 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6000美金左右都是很难入手的 其实说到这个dayjust啊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个41寸的这个大表盘的这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最经典的这个dayjust还是在它36寸 这个36寸的老款的rolex的这个dayjust 你肯定能找到这个6000美金以下的一些选择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会更愿意去购买一个这个5000美金左右 一个劳款的一个dayjust很经典的 你甚至能够买到这个白金圈的 这个牙圈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劳款的这个劳力士的这个dayjust 在这个5000美金左右 我觉得都要来的更经典 然后呢也是入手来说门槛相对来说低一点 另外呢还有一个classic这一块这个系列 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就是这个 Oyster Perpetual OP的这个39寸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我的这个职业在美国是律师这个职业 我离不开这个日历这一个功能 所以OP这个系列呢这个设计的非常好 这个白盘呢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的特殊 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入手这一款手表 在这个classic这块呢我们呢 在600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呢 我建议大家去考虑的这个款式呢 是这个dayjust 36寸老款的这个rolex的这个日志型的这个手表 还有这个OP 39寸的这个设计 这两款手表呢是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的这个classic这一块 在6000美金左右我们能够入手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那好了最后我们又来到了gentleman攻略的这一个环节 那在这个环节呢 跟大家说的我会选择这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一到两块 这一个区间6000美金左右 这个范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劳力士 跟大家呢进行一个关于gentleman style的这个话题的这个交流 那在运动款这一块呢 我选择的是这个explore2 40mm的这个老款的这个这个探险者 其实我自己啊非常喜欢explore 那一个三针的369的那个设计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日历啊 如果大家不在乎这个有没有日历 我觉得explore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选择 如果大家去购买新的的话 等一等6500美金这样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 如果大家可以去这个二手市场或者挥市 去看一看的话 可能在6000美金以下 尤其是这个36寸的这个老款的这个explore 一定能找到这个6000美金以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再搭配gentleman style的这一块呢 这个大家呢可以去尽量的去选择一个深色的一个西装 搭配一个白色的这个packet square 配戴你这个白色的这个explore2的这个手表 我觉得非常的会让你的手表呢非常的pop 那么大家呢如果没有考虑再去购买另外一块专门的一个正装手表的话呢 买一块这个classic的也就是说这个正装的这个劳力士系列 那我的这个推荐呢是这个老款的adjust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型号是16234 用的是这个老款的这个jubilee 五珠链 那么这款手表除了使用的是这个jubilee的这个设计以外呢 还有它用的是这个牙圈的这个设计 白金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款手表啊 因为是毕竟是老式的这个五珠链的这个设计 这个大家很多人吐槽的这个链子有时候会变形啊 我觉得只要是你要佩戴的时候呢 仔细一点 然后呢经常的去保养 我觉得这款手表绝对是没有问题 非常的精彤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在这个6000美金左右的这个价格范围呢 对于劳力士这个品牌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推荐 因为在这个区间啊 入手一款这个相对来说 热门版的这个运动系列确实是比较困难 那再入手这个入门版的这个运动系列呢 还有这个dresswatch这一块呢 我觉得大家呢 尽量的应该是去看一下这个二手市场上 这个老款的dayjust 还有这个老款的expload2 40寸的这个白盘的这个GMT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另外呢还有这个expload369的这个设计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个没有日历的话 这款手表也是绝对非常经典的一款设计 36寸39寸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系列 而且非常适合你每天的这个佩戴 去到任何的一个场所 我觉得劳力士这个手表 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魅力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是这样的 最后呢还是那句老话 大家别忘了订阅分享 打开提醒功能 这样呢你可以第一时间呢 收到我们这个节目上线的这个讯息 我是小畅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